好了 鄉親我們繼續要來看 宜蘭太平山 翠鋒鵬的寬山寶島 在這個無人為嚴重的狀況下 上街的營業 甚至不夠二十五分跌 有一個壓地的錄音書 黃金輝 跟林武教 連手合作 紀錄心臨 自然的聲音 經過八黨的努力 這條寬山寶島 直到世界輝映離祖節 國際冷靜公園的修正 將著全世界第一條冷靜寶島 在這一個人 陪他裝備去山上錄音 感受祖連的聲音 彈拖家在叫 唱那三三叫的音樂 第一點正的山谷 特別欺負 太平山的寧靜步道 將是未來無數寧靜步道串聯的起點 你看百年 翠鋒鵬新立第一條 國家急的山路 由於來到太平山翠鋒寬山寶島 享受本島中的生命 麥珠站起來 感受祖連的高響鵝 電影中 原住民演奏團統樂器 到達台祖連的北京院 就親像騎點在沉山哪來 十八號 太平山翠鵬鵬寬山寶島 提到世界輝映離祖節 國際冷靜公園秀青 正著全球第一條冷靜寶島 雅庭鵬鵬鵬寬山寶島 沉落東任務教學祖 用十年時間走出這條路 原來 身為人類 只要我們願意夠安靜 夠願意靜下來 夠願意謙卑 我覺得自然就會給我們不一樣的應許 人情無代表完全無聲音 萬物在人情裡面 滴滴後喘 偷好代祖連繼續生意討論樂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